今天这期视频先给大家报个料 就是台湾海军敦目舰队到底怎么得的新冠 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在全球疫情高发的时候 台湾的这支敦目舰队仍然出访去了 去所谓的友邦到了帕牢了 一方面借着疫情想拓展一下国际空间 因为包括大陆在内都在进行着这种疫情的防控 他觉得有期可成 另外一个帕牢当时也没病例 但是这个船一回来疫情就开始爆发了 原来就是他的这个他用三艘舰嘛 就是磐石号上有疫情 现在呢确切消息磐石号康金号岳飞号 这三艘舰都有发射的症状 所以引起了台湾的这个岛内的民众的广泛的关注 因为这不是开玩笑的 疫情一旦蔓延的是控制不住的 或者说控制起来非常难的 那么一直大家就关注他怎么得的呢 帕牢当时也没有兵力 这个军舰在海上飘着 总不能是海上的鱼 传给人给他的吧 到底怎么得的 一直呢就成为一个追溯体系的谜团 那么就在最近 这个谜团呢基本被解开了 因为这个舰队出去之后啊 非常蹊跷 他的返程比去城多了19天 理论上你这舰队出去 然后回来 时间应该差不多 航速也差不多 时间也差不多 你就晚个一天两天 有情可原 对吧 你晚19天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那这19天干嘛去了呢 当时有的说去了美国的关岛了 有的说这中间啊 他又参加了什么相应的一些活动了 现在呢 基本上这个消息被披露出来了 干嘛去了呢 我一说您能鼻子气歪了 就是这个台湾海军呢 是真闲的呀 他们在回来的过程中 一拐弯参加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演练 那参加美国军事演练 也不知道事先约好的呀 还是临时起义啊 那这当然事先沟通的可能性更大了 借着这次所谓出访 掩人耳目 然后回城的时候一拐弯去了 按以往没问题 谁也不知道 对吧 台湾军方也说军事机密 老百姓也不会关注 你这舰队出几什么时候回来 都跟老百姓没关系 但这次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么大家关注 一关注发现问题了 他参加这个西太平洋的军事演练呢 他干什么工作呢 台湾的舰船比较老旧 性能设备武器装备都比较弱 所以啊 跟美国进行联合军演的时候 往往都从事一些这种辅助性的工作 那么敦目舰队这个船 从事的就是啊 给这个美国军舰啊 比如油料的补给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 他给哪艘船补给呢 我一说 您就知道这里面怎么回事了 他补给的这艘船 是美国的航空母舰 叫罗斯福号 明白了吧 哎 这料在这呢 为什么他得病啊 最少一次啊 咱们没有缺切证据 不敢说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当时罗斯福号上 说实话 可能这个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但是 不管是有意掩盖 还是真的这些水兵都不知道 总之台湾的军舰 跟这个罗斯福号军舰 密切的接触 这个水兵军官之间 接触也非常多 那么是不是罗斯福号 已经传染过来了 哎 这样的一个证据链 相对来讲啊 还是比较可信的 就是通过罗斯福号传染 那他当然没什么问题 他一下子 罗斯福号蔓延那么厉害 所以你说这个台湾的 这个海军呢 也真是 我们用咎由自取啊 也是 你啊 出门 老老实出去 老老实回来就完了 中间玩了这么一个 自以为神不知 鬼不觉的招 但是最终看见没有 害了自己了 那么这次我建设 回来之后呢 上期视频又跟大家说了 到了高雄之后 这个水兵啊 哗一下 几百水兵就散开了 去百物商店的 去夜总会的 回家进社区的 所以现在防疫情况 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所以 我看有评论就说了 说这次这个 台湾海军疫情啊 到现在不但没结束 反而啊 更加危急 它可能产生这个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呢 是混沌学里的一个理论 讲的是呢 巴西 亚马逊的热带雨林 一个蝴蝶扇杀翅膀 然后引起了周边环境的变化 这个环境变化 不断的传递 不断的连锁反应 结果 这个蝴蝶扇杀翅膀 在南美洲 在北美 这个德克萨斯 就掀起了一场风暴 他主要讲的这种连锁反应 小事件 引起了不可预知的大反应 那么这次这个舰队 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觉得啊 我给大家分析啊 最少有这么几个 重大的影响 或者说重大的蝴蝶效应 一个就是呢 它可能会造成 疫情的一个大爆发 目前来看呢 相对整体的态势 还比较平稳 但是大家考虑一下 美国当时也是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 都觉得问题不大 甚至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随后 这疫情大爆发 毕竟这个新冠病毒 有14天 甚至更长的潜伏期 还有一个叫 无症状感染者的 这大家可能 这段时间也都特别关注了 所以现在还没到时间 对于整个的这种 台湾高雄啊 特别是高雄啊 南部的一个疫情来讲的话 在未来的一到两周 会不会就大爆发 这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察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不可预知的因素 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于高雄市来讲 高雄最近正忙着 这个罢免韩国瑜的 前一段时间我分析 理论上讲 罢免韩国瑜啊 难度不大 门槛比较低 韩国瑜被罢免性 罢免的可能性非常高 只要说是同意的人数 多于不同意的人数 然后你总投票数 超过这个当时高雄的选民的 四分之一 大概合起来就四分之一 大概有五十八万人左右 那么韩国瑜就被罢免了 很可能成为台湾历史上 第一个被这种投票罢免的 县市的这个主要领导啊 就一把手县市首长 但是这个疫情 如果一旦爆发起来 基本没爆发起来 台湾海军闹出这么大的一个防疫漏洞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丑闻 很可能罢免韩国瑜的事 会有重大的一个变数 那比如达不到门槛啊 比如说相应的这个 不同意的人数更多一点啊 所以这对于民进党的整体布局 对于台湾岛内政局 也会产生影响 这是第二个不可一致的情况 第三个就是呢 台湾这一段时间 所做的攻击大陆啊 想这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 包括攻击世界卫生组织 攻击谭德塞啊 基本也破功了 当时台湾的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攻击这个世卫组织 譚德塞呢 他就说你看我们防疫做多好 我们这种叫台湾纪念 这样的一个好的防疫情况 你世卫组织一点不肯定 也不让我们参与等等 你好什么呀 好个屁呀你好 你现在造成这么大的漏洞 还是军队爆出来这么大一个漏洞 这中间还有这么多的黑幕 所以显然这样的一个 一个冲击世卫组织的预谋 理论上恐怕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就自己打自己脸嘛 但是呢 这些不利的蝴蝶效应因素啊 之外还有一个因素 值得我们警惕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借着这次疫情 很可能台湾这个执政当局 包括民进党内部一些独派 特别是独派里的这个鹰派 可能会更加强势 我看香港中兵社分析说 很可能会压迫蔡英文去对台军进行大清洗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军队啊 这种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传承啊 说实话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民进党执政啊 洗脑啊等等 但是他总的主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包括一些台军将领 但是利用这样的一次的疫情 把台军进行一个大清洗 把一批当年李登辉时期上军校的这些具有台独意识的军官 给他提拔上来 来进行一个替换 让这个台军真正变成台独军 这恐怕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李登辉当时执政的时候上军校的 这些军官现在都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基本都在各个部队 各个岗位上任要职了 如果把他们都替换了 把国军进行一个大清洗 真的变成一支台独军队 那么也是对两个关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不怕啊 你台独军队也好 你还是现有的军队也好 你也不能跟大陆开战 另外你还得防备着大陆跟你开战 这点是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这是一种我们说一种操作 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演练啊 我们说刚才说的 这个美国和台湾的军选有意义吗 它也有点意义 在战术上互相配合配合 互相了解一下对吧 但在实际上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好多朋友都问我说 怎么不开战呢 借着疫情不实现祖国统一啊 其实啊我跟各位说啊 这个开战它是最后一步 不用开战 我们还有好多招呢 比如这个像经济上的 我们说经济困难 经济群海 这些战略其实也是完全可以采用的 这两天我看到那个新党前主席 佑鸣先生在网上发了一个文章 我觉得他说挺对的 他就说这个 这个就是敦牧舰队啊 这回出去偷偷参加这个演练 染了疫情 就说这个 说你演练干嘛呀 你演练什么 演练准备 未来解放军攻打台湾的时候 然后你冲出去啊 你冲出去就错了 那是白痴 为什么呢 你舰队能够突破解放军的重围 第一不可能 第二就算你突出去 有什么用啊 最可怕的最应该啊 说现在啊 引起台湾当局恐慌的是 你出不去才可怕呢 不是你出去的问题 是外面进不来的问题 怎么解释 台湾这个岛啊 它是一个 我们叫 从专业上说啊 它叫浅碟型经济 就像一个非常浅的盘子一样 这个盘子啊 非常浅 它的所有经济 都要外向型经济 出口啊 进口啊 靠这个来拉动 你比如说 能源 石油啊 天然气 如果你把岛围住 不用你出来 你也出不来 只要外头的进不来 说实话 用不了一周 你这个岛就完蛋 你的天然气 你的石油 你根本就不够 你要是说 你那个M1A1 进口美国 那个号称 地表最强的主战坦克 你没油了 没油不就成炮塔了吗 成炮塔 就成为我们 打击的固定目标 所以这一点 其实大家要想清楚 就我们其实啊 遏制台独也好 还是实现统一也好 还有好多招 就在最后一战之前 还有好多招 对吧 困台 然后经济穷台 这些招数都可以用 而且都是光明称大的用 一旦这个岛一围 切断它的外围的联系 它的石油 天然气 各种能源 包括岛内的 这种产业的补给 彻底就玩了完了 这个一点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这为而不打 这也是我们人民解放军 经常的一个战略啊 为而不打 为点打员 这都是我们运用的 纯熟的招数 所以啊 大家也别着急 别老说 哎 你看光说不列 对吧 有的朋友也批评我 说你看看 什么时候打呀 你老说 你说了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 上面是有统一的 一个部署的 对于台湾的 这样一个最终的统一 不管是军事上 战术上的 几条路线的 这样一个战术攻击 还是采取其他方式 让它能够啊 更加的被这个困住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有机会我给大家讲讲啊 这个什么 也就是武力攻台啊 有军事专家 分析出了七条线路 武力攻台 怎么样 那个军队 进去从哪进 等等 分析了七条线路 有的靠谱 有的呢 我觉得也值得上去 找时间再跟大家说 今天先跟大家说